社交媒体最新来自江南造船厂的照片显示 新航母建造进展喜人 最难的部分快完成了 进行关注本期节目 了解对新航母专业的分析 003型航母的消息越来越多 这艘尚未被官方证实的航母被指 正在江南造船厂紧张的建造 社交媒体最新的照片显示 被称为003型航母建造到了关键时刻 新照片显示 多个巨型分段模块 摆放在船厂的船屋里 分段模块之间的距离不等 从照片上看 至少有四段模块 军事分析人士指出 建造航母这样的大型军舰 底层建设模块是最难的部分 这部分完成之后 后续就会进入快速的搭积木的建造模式 当前全球建造航空母舰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传统的建造方式 在船屋上 裁切钢板焊接拼凑 铺设龙骨 完成整艘航母的建造 第二种是模块式 就是在设计时将航母分成若干个模块 然后在不同车间建造 按先后顺序运到船屋 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拼装 就像是搭积木游戏一样 完成航母建造 第三种方式是最先进 也是最快的分段模块式 这种方式在设计时 就将航母整体分成若干的大段 英国航母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建造 一共分了四大段 剑手一段 中间两段 剑尾一段 在不同的地方建造这四个大段 然后拉到船屋进行合拢 再调装剑刀 实际上 这是比第二种大一些搭积木的工程 此前有分析指出 003型航母建造工序 采用了最先进的分段模块化建造 这样建造方式 可以将航母的不同模块 分发到不同工厂车间建造 然而运输到一起组装 从新照片上看 船屋线有四个分段 就等着合拢 作为分段式建造的航母 完成分段合拢是最难的阶段 该阶段涉及到航母的动力系统 弹射系统 以及舱室的设计之间的衔接 大多数军事分析人士认为 003型航母排水量 8万吨以上 常规动力 搭载电磁弹射系统 因多项技术 虽然都有一定储备 但都是中国初次射击 因此该航母的建造进度 比山东舰建造还要慢 但是此次 003首舰的建造 采用分段模块方式 将会为接下来的航母建造 积累经验 根据媒体报道 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 建造六艘航母 也就是说 除了003首舰 少有三艘航母 在未来十年内完成